上世纪80年代 科学家在探测南极冰性的过程中 发现了硫酸岩含量异常的火山灰沉积物 根据时间推断 很可能源于1257年左右 地球上某一处火山的爆发 它的喷发量甚至达到了过去7000年来的最高值 当时超过40公里高的喷发柱 把火山灰散布到了整个世界 大量释放的硫磺也落在了南极极地的冰盖上 并留下了地球运动的指纹 不过刚开始并没有人知道这座火山具体在哪里 直到2013年 还有研究团队将冰心中的化学成分 成功匹配到了印度尼西亚龙木岛上的萨马拉斯火山 而在它的不远处 就是曾经改变人类众多命运 产生无下之年的1815坦伯拉火山 但是萨马拉斯的喷发比坦伯拉还要大上一倍 它的涟漪效应 可能还引发了太平洋火环上一系列的火山喷发 遮天蔽日的火山灰 导致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变少 结果又加剧形成了此后持续600年的小兵器 当时中世纪的欧洲手稿中记录到 天气突然变得异常寒冷 月亮灰暗 庄稼欠收 饥荒肆虐社会动荡 而在另一边 还可能间接加速了蒙古帝国的衰落 吴歌王朝的消失 以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发现了 明天 有园 人 偶然 永远 这么一把 松鼠 很 效应 能 垂合 求 快 的 感谢观看 从今天毛利人的传说来看 他们的祖先一样来自波利尼西亚人的共同家园哈瓦基 所有人都从那里来 死后也都将回归到那个地方去 曾经的先贤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了新西兰 其中库派是一位哈瓦基的酋长 当时渔民们的鱼饵总是会被一只章鱼吃掉 于是库派决定除掉它 就这么一路追杀章鱼到了新西兰 其他还有金鱼骑士帕伊凯亚的故事等等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英雄被动物所引导 至于我们之前波利尼西亚航海术里讲到的内容 也都非常吻合 鲸鱼在热带环礁附近产子后就会南迁 长尾杜鹃和海鸥在90月份也会向南飞翔 而他们迁徙的方向就代表着陆地的方向 与此同时还可以参考适合导航到新西兰的星星 在毛利人的口述历史中 最早到达新西兰的是一只来自哈瓦基 由七艘独木舟组成的舰队 后来他们又分别繁衍成了七只部落 也就是说所有毛利人都是这些船员的后代 但是今天科学家却从一群老鼠中找出了颠覆性的答案 在南岛人的迁徙过程中 通常会携带几种共生动物 它们分别是鸡猪狗和老鼠 其中老鼠最容易存活 而且不会与欧洲人带来的老鼠杂交 特别具有研究价值 只要科学家能找到这种共生动物 即便一个岛屿上已经没有了人类 也照样可以知道当年那些人抵达的时间 以及它们来自的地方 首先从这些太平洋老鼠 肯是新西兰植物种子后留下的痕迹来看 最早到达的老鼠是在13世纪晚期 这个研究基本否定了 在此之前就有人类到达新西兰的猜想 而通过考古学家对1315年 北岛塔拉威拉火山喷发遗迹的勘探 分析得出木炭的含量变化异常 很可能在该火山喷发前不久 就已经有森林被人为烧毁 进一步明确了人类抵达新西兰的时间 另外研究表明 新西兰的太平洋老鼠 还具有着惊人的遗传多样性 也就是说它们不但被引入了很多次 而且把这些老鼠带来的人类 也并非只来自同一个地方 目前来看它们主要的出发地 是东玻利尼夏和库克群岛 今天大西地库克群岛的毛利羽 与新西兰毛利羽有着密切关系 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与其说是七艘独木舟的舰队 不如说是七匹来自不同玻利尼夏岛屿的先民 从这个角度看 也可以合理地解释 为什么今天不同毛利部落的族谱和起源 都与最初到达的那艘独木舟瓦卡有关 不但标记了他们的身份 还定义了部落的边界 也许就是当初那些不同时间到达的先民 进行的一种划分 从今天毛利人的口述族谱推算 大多数部落记录的祖先独木舟到达时间 都在29代之前 假设每一代为25年 那么得到的这个时间点 就几乎与最新的科学研究一致 于是我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 越新的研究发现 越接近毛利人的口述历史 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些口述传统内容的重要性和准确性 下一集 毛利人正式定居在这个长白云之乡 接着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欢迎关注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